第三个书叫亡灵法术 亡灵法术是一种巫术 是可以跟死者通话的 而且它甚至可以把亡灵 也就是说死者的灵魂召唤出来 它可以让亡灵帮它看一些未来的事情 大家好 我是妮可感性K哥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关于探索宇宙和未解之谜的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请点击下面的订阅按钮 打开小铃铛 咱当 以后有精彩影片就不会再错过了 那我们开始正片吧 那上一期我们介绍了一下光明慧卡牌 大家也发现了这个预言非常非常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国外版的特别图 光明慧卡牌有几百张之多 看完以后可以个毛骨悚然 那其实这个卡牌里还有一部分是关于神秘事件和未来预言的 也就是说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那今天我就跟大家再泄露一点天机 这边有几个神秘事件 光明慧已经透过卡牌的方式 跟大家展示了这个秘密 这边我放两张图 大家看第一个 这个第一个我们之前视频讲过 这个就是图牛事件 不懂的小伙伴可以翻看K哥之前视频 这个讲过了 第二个是外星人绑架人类事件 这个事件也发生了很多期 这个牛和人都是同一伙人干的 我就是小灰人 那再往下看 这个叫Moonbase 就是月球基地 那这个K哥的月球系列也有讲过 你们也知道 其实月球上真的有人类基地的 第三个是这个 麦田圈 麦田圈我也讲过 这个就是外星人干的 金字塔和石神面像 这个点上也写了 金字塔的守护者是有力量可以预测未来的 他说这个Keeper就是这个石神面像 石神面像可以预测未来为什么呢 那之前K哥那个火星男孩的视频有说过 在石神面像耳朵后面有个机关 打开以后呢 里面有东西 还有这个啊 点上写的是The stars are right 金字塔这个我不是提过吗 就金字塔啊 他指向的是天狼星嘛 所以他就告诉你了 指的那个星星是对的 就是天狼星 之前我有一期视频说那个天狼星人嘛 讲的就是这个 所以古埃及文明是和天狼星人是有关系的 这边还有几个没有得到承认的神秘事件 光明慧这边呢 通过卡牌形式又告诉大家了 第一个就是巨人 第二个是尼斯湖水怪 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尼斯湖水怪 好像有人承认是假的 是通过新闻炒作的 但其实光明慧告诉你是真的 这个水怪呢 大概率是一个史前的恐龙存活下来的 那第三个是这个啊 地瓶说的支持者 你看没底下有一段话 就是世人都会嘲笑这个地瓶说啊 都会嘲笑这个相信地瓶说的人 但是呢地瓶说是知道一些东西的 也就是说这个地瓶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为什么呢 下一期视频我会提到这个相关的东西 然后下面这个啊 光明慧也告诉大家 这个水晶骷髅头啊 看到没有 这个我之前挖过这个坑 这个水晶骷髅头也是真的 然后这个底下写了一段话啊 这个是现代技术根本造不出来的 再往下看啊 这个东西叫约柜 这个在旧约圣经里有记载 这个约柜呢 是以色列民族的一个民族圣物啊 这个是真实存在过的 好再往下看啊 这本书大家看了吗 上锁了 这本书呢是亡灵之书 也叫死亡之书 古埃及帝王死后 会放在灵木或者石棺中 供死者阅读的一本书 这本书里记载的东西呢 是关于帮助死者在来世杜劫 而且帮助死者得到永生的 一本神秘咒语的书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它会被封禁 看到没锁伤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个地球边缘史系列 就是说那个伊南纳复活了 记得吗 那个复活术 也在里面记得有 就是里面记载了很多 违背自然规律的一些东西 所以叫黑魔法 这个如果被坏人用了 不敢想 大家看到这个有一个人头雕像 看到没有 这个是谁呢 这个是著名的罗杰培根 叫Roger Begin 他是13世纪著名的巫师 那这底下有一段话 写的是这个人 他是真的有魔法的 你看他是可以预测未来的 而且他知道很多东西 为什么他能预测未来呢 因为这个人 他精通 占星术 炼金术 那这两个术呢 今天时间不够 结果K哥没有办法 跟大家详细介绍 他是因为第三个术出名的 因为前两个术其实很多人也会 第三个术叫亡灵法术 亡灵法术是一种巫术啊 是可以跟死者通话的 而且呢 他甚至可以把亡灵啊 也就是说这个死者的灵魂 召唤出来 他可以让这个亡灵呢 帮他看一些未来的事情 所以大家有没有联系起来 K哥之前说的这个姚氏 其实这个姚氏啊 包括妈祖的那个 就是戴若木击过一段时间 就是灵魂 你懂吗 所以大家知道了吧 这个灵魂啊 是可以忽略时间 也可以忽略空间的 所以呢 这个罗杰培根啊 他就利用这个 召唤出来的亡灵呢 看到了未来 他甚至可以控制这个亡灵呢 去当武器 所以这个人非常厉害 因为日本那个动画片 哪个动画片 哦 火影忍者 哦 火影忍者 那个叫 你说召唤那个第一代跟第二代吗 哦 对对对 那个绘图转生 不太一样 那个他是说 把亡灵召唤回来以后 需要有一个肉体做容器 但他根本不用 他把那个亡灵直接召唤过来 不仅能跟亡灵对话 而且还能控制亡灵做事情 他就是我们说的亡灵术师 嗯 厉害 上一期节目 我们讲了好多这个 光明会卡牌的预言 而且都一一实现 那今天我就再跟大家分享几个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那你们可以提前做个准备 第一个啊 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这个 哈勃天文望远镜 它会被炸掉 这个其实对我们影响 你感觉不是很大 是吧 接着往下来啊 第二个叫 Global Warming 就是全球变暖 在未来的某一天呢 这个全球会变暖 然后南北极的那个冰盖 会大部分融化 融化以后呢 海平面上升 那沿海城市呢都会被海水所淹没 看到吗 那这个呢 终究有一天也会发生的 好 再往下看啊 这个预言呢就跟我们很近了啊 这个马上就会发生了 大家看这个倒了一个钟楼 有五个人往外走 看到没有 穿着不同的颜色的衣服 这个钟楼呢 就是日本东京银座的 河光大厦的钟楼啊 看到没有 一模一样 我这上张图 底下这五个人呢 穿着五色的衣服 这五色的衣服呢 刚好对应了奥运会的五环 2020年的日本将举办东京奥运会 这就告诉你的 在奥运会期间呢 会发生灾难 而且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钟楼岛的时间 是晚上几点 这个是晚上11点10分左右 也就是在半夜的时候 会发生这个灾难 到时候大家看看 这个预言转不转 下一个可能大家都有共识啊 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看到这幅图了 推背图里也说了这件事情 是一定会发生的 这个就没有告诉你 第三次世界大战 什么时候发生 但是推背图里有 而且好多预言家呀 都说了 这个是会发生的 这一次世界大战 为什么会比前两次恐怖呢 大家看一下这幅图 这是个蘑菇云 看到没有 核战争 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会爆发核战争 核战争一旦爆发呢 离人类灭亡呢 也就不远了 下一个叫时间扭曲啊 老百姓用的这个民间的科技啊 和军方的科技是有天壤之别的 大家不要以为军方的科技 就已经是这个地球上最先进的了 还有比它更先进的 所以这个时间机器已经有了 很简单 再看下面一张图啊 这个陨石撞击啊 也就是小行星撞击地球 那这个呢 在未来某一天呢 也一定会发生的 撞完以后 地球还在不在 人类还在不在 这就不清楚了 大家早做准备啊 不是那个埃隆马斯克准备 把人类往火星上移吗 大家赶紧攒钱啊 其实那个票呢 也不算贵 大家看一下这个教堂啊 顶上出现了什么东西 飞碟 全是飞碟 告诉你什么呢 就是将来的某一天啊 外星人呢 会大举的降临地球 谁要统治呢 你看你第一印象就是会不会来统治我们 会不会来灭我们 你看你第一印象就对他是不好的 看呢 是负面的印象 这个我还没跟大家聊到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这个叫公然接触计划 之前的那个伊德法则里有讲过啊 有很多光明的力量和正义的力量 一直在帮着地球 帮着人类啊 那这些人为什么一直没有现身呢 就是因为这个公然接触计划呢 被一再地推迟了 那大家回想一下啊 这个途牛事件 人类绑架事件 然后你们看的那个好莱坞的那个大片 那个科幻片 全部都是外星人过来统治你啊 过来占领啊 全部都是一些负面的印象 而且外星人种类也超级多的 你们不能通过一个外星人 就把所有的种类全部概括了 听懂了吗 这个外星人理由好有坏 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我跟大家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这个外星文明已经这么高级了 这么高等了 如果真的他打算来灭你 说难听点 你们这些地球人 在人家眼里就是蚂蚁 然后把你那个蚂蚁窝 也就是地球一灭 都是简单的很 上最后一张图啊 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啊 中国 这个图里写了一段话 中国呢 已经绵延持续了几千年了 看到没有 很可能还会能再存在个几千年 这个跟推背图里啊 又吻合了 为什么 推背图里最后一项啊 这个袁天刚转身推了李淳峰一把 说天树不可泄净 我们还是洗洗睡吧 不如推背去归胸吧 就是说这个天树啊 马上就要泄净了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恐怖 就是说到第六十项的时候 其实后面已经快没有了 为什么快没有了 就是因为真的没了 就是因为真的没了